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在位 大米营养丰富,不管南方北方都比较喜欢吃 但是今天的大米我们不做米饭了 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吃的做法 外面七八块钱已经,在家低成本就能做 我们往大米里面加入清水 把大米添洗干净 然后直接把大米倒入绿盆中 过滤出水分 就这样放在一旁晾一下水分 现在我们准备几粒大枣 少许的葡萄干 加入适量的面粉 打入清水 就这样抓揉一分钟左右 因为晾下过后的大枣葡萄干 表面的褶皱比较多 容易积粉成 面粉就能够有效地吸附出来这些物质 在抓洗的过程中就逐渐出来了 滤水清洗过后,大家看一下 现在就比较干净了 现在就可以放心地使用了 直接拿出来放到案板上 用剪子把大枣葡萄小拌 顺便去除枣盒 然后再切的小一点 不用太碎,这样就可以 现在直接装入盘中备用 锅里边什么也不用放,打入花生粒 松小火慢慢翻炒 直到锅里边听到琵琶脆响 花生变成深红色,花生皮裂开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微微放凉过后,倒入料理集中 随便打两下 倒成粗一点的花生碎 装入盘子里边咬 现在锅中烧油 油温烧至五六层热时 带入大米 然后快速地包散开 用铲子推动,使大米受热均匀 把大米炸至蓬松的状态 表面金黄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过滤出永分备用 先在锅中搅入100克白糖 80毫升清水 中小火熬至白糖融化 白糖融化以后,加入10克蜂蜜 然后熬到紧密集小泡的状态 这时把大枣,花生,葡萄干夹进来 大米也夹进来 快速地翻炒均匀 当觉得翻拌起来有点粘稠的状态 既然就可以出锅了 现在准夹一个模具 在里面铺上一张油纸 方便脱模 然后把大米倒进来 用勺子快速地铺平整 大家动作要快一些 不然糖液冷却凝固了 就拨不动了 然后不算油纸 用擀面酱垂打得紧实一些 这样就可以 现在放凉 等待它冷却定型 冷却过后 我们把它震荡几下 使它松动一点 方便脱模 然后刀扣在案板上 取下模具 撕下油纸 再用刀切开 这样家庭版米老头就做好了 营养丰富 香甜可口 酥脆焦香 非常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每天都会分享美食 记得关注我 我是雅样 感谢您的支持